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野生动物保育法一直演变到最后现在的动物保护法 我们都有一直在参与 我过去曾经在领务局工作 也在县政府办理野生动物的保护 那现在动物保护法通过之后 我们面临很多的问题 就是执行的人力 特别是没有动物警察的设置 也造成执行商的困扰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能够再从这方面来着手 希望修正我们动物保护法第23条第5款 也就是希望内政部应设置动物警察 来协助动物保护的工作 那同时对于一些不受假 或者是一些虐待动物的相关的行者方面 跟处分方面我们应该加重其行 这个也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而对流浪动物的收容 陈罗珀也表示 他一直认为爱护流浪动物不分党派立场 一起共同为毛小孩来争取生存权 以及动物福利 唯有攜手合作 才能让毛小孩的异皮得到改善及重视 宜蘭新闻记者14名采访报导